高雄市議員黃傑日前退出時代力量 現在的他已無黨即參政 黃傑表示退黨之後會調整步調再出發 未來也將會持續監督市政為民服務 高雄市議員黃傑日前宣布退黨 引發各界關切 擺脫時代力量內部分紛擾擾後 黃傑表示除了能更專注地方與市政外 將會勤跑地方基層向下扎根 那其實我就是一個很年輕的晚輩嘛 政治的後輩 那在地方上的確比起其他非常資深的前輩 這個政治資歷是非常淺的 所以在地方上一定要更努力的升根 一定要跑得比別人還勤 然後一定要更努力的 讓大家看見我服務的熱忱 以無黨籍參政未來備受挑戰 原本就是鳳山人的他 對高雄本來就富有使命感 會持續對民生問題 環境正義等議題持續監督 不負選民期待 這兩年也處理過很多勞動議題的案子 就是幫勞工們爭取權益 然後希望說從制度面 讓高雄的勞動環境變得更好 那除此之外還有環境正義的部分 這個也是高雄過去長久以來的問題 從重工業的一個很重點發展的區域到現在 那大家都知道說重工業到現在必須要走向高質化那低污染 可是其實更新的速度真的非常的慢 我們的產業轉型很需要市府的推動跟協助 經過退黨的風風雨雨 黃潔現在除了監督市政服務選民外 也抓住時間訓練體能 藉由運動轉換心情調整方向再出發 記者張世民 潘怡新高雄報導